被中国官方定义为偶发事件的吉林四个美国教师 还没有全部伤愈 6月24日 苏州又发生了一起 外来事业人员冲击日本人学校校车伤人事件 日本母子伤势不重 中国官方通报 阻止凶手上车的中国校车引导员胡有平于6月28日不幸离世 但试图淡化该事件的涉日背景 日本外乡对胡有平表示哀悼 日本驻华使馆将半旗致哀 阿姨说 无论从政治上讲还是从经济上讲 这种做法对共产党其实都是绝对不利的 95%以上是不利的 只有5%有利 但它仍然非发生不可 就跟晚期癌症病人一定要吃什么先方和灵丹的道理是一样的 他绝不可能接受完全按照火星人立场的冷静分析 你其实在搭了美国的顺风车以后 你要再退出来是不可能的 退出来的这个过程中 你会粉身碎骨的 但是他这么做就反映了他自身的认知结构 他是不愿意选择安乐死的道路的 不愿意选择安乐死的道路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必然有各种折腾 等到变成到处风烟四起 到处排华运动四处响的时候 同时他造成的经济负担 也使得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生产能力 即使是没有外国施压也支持不住 如果外国再给你打两下两头一起压 一方面净款就算不是完全没有 总的来说也是会向减少的方向走 另一方面你需要支持的财政系统反而越涨越大 让你越来越支持不住 那么两者之间就会有一个致命的交叉 在这个致命的交叉点 不铤而走险是不可能的 至于具体怎么铤而走险 那就是一个起点现象 好比说你是一个不愿意安乐死的癌症病人 而且你仇恨社会 不高兴一个人死 那我是没有办法判断 在你最终发现周围向你要钱的人都是江湖骗子 而你不但没有治好 还比原来死得更快了 而你一开始的决定就是 在你快要倒下来 拿不动刀的那个致命的时间点以前 趁你还拿得动刀的时候 你要报复社会 那我是无法准确判断 你是会拿出刀来 会拿出炸弹来 还是会从楼上跳下来 是要杀张三 还是要杀李四 这就是一个起点现象 我只知道你肯定第一会使自己死得很暴烈 第二会使在那个时间段 碰巧碰上你的人死得很惨 除此之外 我就完全没办法预测了 欢迎您的点赞 订阅 和分享转发 订阅